独家甘位江永琪临患婚舍订婚照被扣住气炸。 三历人江永琪三年前演出甘位人生中的赖甜心一战成名,上月更提供苹果独家韩国婚纱照,宣布5月11日将与监制杨幻在大指点画举行婚礼,幸福洋溢不在话下,不过江永琪左却透露,3月3日订婚邀请台湾摄影师马克拍摄,谈好整个婚礼包套摄影。 万元却因为理念不同,婚宴时向令请他人拍摄,结果马克竟把他的订婚照扣住不给,让江永琪难以接受。 江永琪表示,马克说已经赞助我礼服拍摄婚纱照,所以订婚跟结婚策拍以及场地费,化妆师的费用必须由我自付。 拍摄前,我也说不要电影色调,但是拍出来他还是使用电影色调,我不要啊。 阿尔莱定婚那天,因我觉得侧拍的东西就算了,隔天媒体都有箭报,他就打来说要标注他们胖马克摄影,问题是照片是我妹妹拍的,我怎么标注她呢? 江永琪说之前已经汇款给马克23000元,那我也想说既然婚礼不让他拍了,是不是补贴一点钱给他,他竟然说要给他5万元,我心想一本婚纱照要5万元。 然后最近也是不联络不接电话,我的订婚策拍照就这样拿不回来。 而马克对于江永琪的说法则予以反驳,我没有不交见,他订婚是3月3日,而我们作业都有一定的时间,约2到3个月,而且若他觉得拍的不好,订婚时又怎么会拿出来? 至于江永琪认为马克失联,马克驳斥,我这两天都在帮新人拍婚纱,难道我要在客人面前谈这些事? 身为他的好友,我觉得很遗憾,只希望聚焦在作品上,我不会不给他订婚照,毕竟他是有付钱的,只是他竟然这样就找上媒体,我觉得就不是私下可以解决了,并认为江永琪此举会影响到他的商欲。 江永琪凌晨在脸书回音,自己5天内打给马克20通电话,激懒都被不读不回,如果真的要给,早就接电话,表示是记者打电话去才说要给,他感谢马克当初帮他赶照片,但也希望对方别说谎。 他家马指出当初场地和化妆设费都是自己出的,但拿到的礼服却是三年前在网路卖的,只能说朋友钱比较好赚,附带订婚当天的费用我们也给了,就这样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